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人 那伙神秘人进城后 我们接到了您的信号 马上关闭了城门 之后再没有人进出国 这些都是什么人哪 主持人 大事不好了 大碑寺着火了 突然有队黑衣人袭击了大碑寺 放火烧了僧射 关押的人全部被救走了 咱们留守的人死伤惨重啊 什么 上当了 叶小天肯定还在里面 给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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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这支秘密训练的死士 本应是对付不时之需啊 可如今为了叶小天损失巨大 希望我们所有的付出是值得的 被古神教教主 值得 快救火啊 快点快点 拿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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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快快快快快 快点快点快快快 快点 站在那 那田妙文出门的时候 你就什么也没发现 他来时带几个人 走时便是几个人 我都一一查过了 没有一个像叶小天打 这田妙文到了大碑寺 结果这叶小天就失踪了 我们刚把看守大碑寺的人 调去找叶小天 结果 这叶小天的随从部下 一股脑子全被救走了 此事若非田妙文所为 我张子倒着血 来 这 我 玉蓬啊 现在去田家 那肯定是自取其辱 我觉得 还是玉童说的对 串联各个吐司 联合打压一下这个嚣张的女人 好吧 张毅 玉龙那几个家族 现在一定气急败坏地想着 怎么对付你呢 他们找不到叶小天 就拿我没办法 杨颜龙找到了吗 找到了 他住在六龙山七星崖 是吧 堂堂坡州之主 整日屈居我同任附近 天王 福建里边局势如何 朝廷从京城委派薛绪 任胡县宪令 复刑委任县城来治理胡县 属下已把他们二人拉拢过来 替我们做事 遵照天王吩咐 加强对胡县的控制 把目标选在异路和车型上 异路已安插了人手 一旦控制了他们 加上属下在前东遥相呼应 到时候就是天王 举世之日 这杨颜龙说 他拿下铜仁是为了扩大 对波州的影响 以我看并非如此 他其实真实的目的是 置在天下问鼎中原 这是要当皇帝呀 一旦完之地图谋天下 他 真的这么狂妄 铜师拥有铜仁和波州 他便可不费吹灰之力 挥施东进 拿下大明最为附属的东南扮兵 拥有西南的兵马和江南的财富 他便可挥施北上 问鼎中原 过不了几年光景 他可就是第二个竹红武了 可是小姐 这 这可是条死路啊 从古至今 自不量力的野仙家还少吗 我是不会让天家给杨颜龙陪葬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要有杨颜龙决裂 令结叶小天为盟友的原因 所以田家 绝对不能让他推进万劫不复之地 所以小姐早就有所打算 温先生 除掉杨颜龙的事就交给你了 小姐放心吧 老夫一定完成任务 如今田家和章家 他们之间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若章家这次败了 那天妙闻 他就可以成为同仁的主人 到时候 同仁跟胡线连在一起 那本天王的 通晋之路 就可以彻底打通 你暂且留在这里 我会安排你跟他认识 以后 你们俩同心协力 帮本天王成就大业 天王放心 小姐 人带到了 小姐 好 请 华云妃他们怎么样 你放心 他们都没事 我已经叫人 把他们救出来了 通判 元首之恩 小天 莫迟难忘 叶雄 坐吧 你也坐 通判大人神通广大 那是不是当初在小天被关押在大卑寺的时候 您就已经策划好了今日的一切呢 当天我得知叶雄不畏强权 怒斩同仁世家子弟 为老百姓伸张正义 当时 我就佩服得不得了 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叶雄救出来 田同判 别叫同判了 这样多生分啊 现在你我同仇敌忾 我还比叶雄略小些 不如叶雄就换我名字好了 好 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对了 妙闻姑娘 你是怎么知道 大碑寺里边 那条机关呢 那通判大人准备如何救我 我自有办法 没办法 拿着 嗯 走 走 田大人 田大人 铁大人 叶小天哪 叶小天去哪儿啊 当年 同仁的那场大瘟疫 让妙闻痛失了双亲 传统的世袭制度 让妙闻继承了吐司之尾 后来 我修建了大碑寺 就把父母的灵位 放在了那里 那个机关 就是当时修建大碑寺的时候建的 其实 我也不知道那道机关 到底能不能用得上 但是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给自己留退路 习惯留退路 叶兄有听说过 那些经历过大灾荒的人 即使现在很富有 也通常会在自己的家里 藏有很多食物嘛 他们只有看到那些食物 才会觉得安心 我七岁寄吐司之位 从那天起 鸣枪暗箭 毒药刺客 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我 如果不是闻先生 我早就化成一泡黄土了 从继位 到九岁 这两年里 我一共遭遇了二十七次刺杀 二十七次 那么一个月一次的话 一年还有富裕 那我不是那意思 您继续 所以 能安排人的地方 我就安排很多人 都是最忠诚的 武功最高的 能带人的地方 我就带很多人 我常住的 或者常去的地方 一定要有退路 只有这样 我才会觉得安心 习惯留退路 现在你明白了 那 想害姑娘的人 到底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坐 我与张夺之争 想必叶兄早有耳闻 张夺这个人 司犯官言 欺男罢女 同仁百姓早就苦不堪言 我田是要想取而代之 必须隔壁竖心 而行颂 就是我整顿同仁的 关键一环 叶兄你 铁面无私 刚正不阿 正好是我 义府 行明的不二人选 我 如今 我都已经捅破了 同仁府的天 估计以后 都不能公开露面了吧 之前种种 只是为了造势 现在势造族了 就可以正式摊牌了 只要我 能向族人那里 戒掉足够的兵 我便可以正式 向张夺发难 如果张夺我都能压得住 你还怕不能露面吗 若不是为了我 姑娘也不必释出 如此极端的手段 道之所在 虽千万人 无王矣 好 那既如此 从今日开始 我叶小天呢 就跟姑娘你 同生死共进退 叶兄严重了 天王 天王 田妙文秘密调动田家士兵 赶往同仁 看来有所图谋 他还想 给那个张胖子 一个响亮的耳光啊 真够狠毒的 但是 挺合我的胃高 天王 天王 打算什么时候 纳他为三夫人呢 田小姐有才有貌 又有整个田家做嫁妆 身为主人 良配 虽然我欣赏他的狠毒 可是我不想 在我的内宅里 增加一个武则天样的角色 等他 压制了张夺 得到了同仁 那我 就可以直接接管 这个人 以后对我就没用了 怎么了 不明白吗 其实 在田妙文的身边 我早就安插了我们的人 所以 你 是 走 走啊 天鹏快走 报告小姐 属下无能 让杨阴龙逃走了 如果杨阴龙知道 是小姐对她下的手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找到她 干掉她 大人 小的封命到绿蓉山 刚才 见到那个人了 没有 那里似乎发生场打斗 留守山区的人都死了 瀑布前有折断的兵刃和血迹 可见到她的尸体 踪影全无 她的贴身女侍卫也未见尸体 走 来 给我 天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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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成这样啊 你可遇壞了 终日大业 今日被叶 扯了眼睛 你受伤了 你稍等 我去取药 给你包扎 天王 你放心 这分号里全是自己人 而且这个秘史 一般人不知道 天王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 在同仁府 能够查出我的行踪 还可以派那么多死士来杀我 除了他 我想不出另外的人 难道是他 没错 一定是他 天王对他可不薄啊 他一张天王甚多居然对您下手 我已经把叶小天 是古神教教主的身份告诉了他 我猜 他想利用叶小天的势力 那这样 我自然对他已经没什么用了 反而 我已经成为了他的障碍 哎呀 这可难办了 如果田妙文和叶小天要是结成一条路 那 天王你想控制同仁的局面 就不大可能了 如果叶小天真心想帮他 那同仁就是一道铜墙铁壁啊 天王 我们费尽心血 难道是给他做了嫁衣 我杨用龙 有那么容易对付吗 谁为谁做嫁衣 还不一定呢 捧着脚吧 0 0 1